嗨,大家好,我是习峰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讲解一个实例 方向检测 然后通过方向检测呢,我们会完成一个 类似指南针的这样一个实例 那好 这里现在简单介绍一下方向检测 它是什么一个原理呢 方向检测其实和上一课我们讲的那个cell location manager定位 其实是属于同一个操作类 它这个操作类里面还有一个属性 是可以进行方向检测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属性呢 得到当前用户终端它的那个方向变化的一个角度 然后通过这个角度做一些实现一些动画 然后就可以实现我们一些简单的指南针 指南针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现在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叫指南针吧 指南针 好 我们还是放在桌边 同样的我们选择模拟器先跑一下 嗯,可以哈 跑起来之后我们还是让了关闭模拟器 然后在我们的controller里面开始写它们 同样的指南针 因为它是重属一个操作类 所以我们这里同样的先import call location 先import了基本框架 然后一样的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location manage这样一个变量 然后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指南针 所以我们需要定义一个指南针的一个图层 通过一个角度让这个图片进行旋转变化 来实现类似指南针这样一个效果 那 指南针它是一个图层 因为 我们可以放个image view 但是因为我们要对这个图层进行一个 一直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呀 你要知道动画其实是对着cl layer的一个操作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不如直接声明一个cl layer的一个变量 这样操作起来加动画比较方便的直接往上加 不用每次去去取到图片的layer这个属性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 定一个变量叫指南针 layer l a 哎呀 layer 它既然是c layer 这样一个变量 是 男针 layer 好下面我们就对这些几个属性进行一个初始化 首先我们对cl location manager 进行初始化 一样的 初始化 然后我们对这个cl layer进行初始化 我们这样我们写个方法算 出始化 出始化的话我们就叫init吧 init 指指南针 layer 直接写个方法 在 布局之前我们这里 这样布局 就是 那个相对布局 这样 我们先 获得屏幕的宽高 screen in hit 我们这里是 usscreen mainscreen 点 bounce 点 size 点head 我取 钢钱 设备 屏幕 的高度 有高度同样 我们按一个宽度 nice nice grain nice grain bounce 点size 点wise 好 然后我们对这个指南针cl 进行初始化 指南针layer 这里我们先要先要拿一张图片 把张图片拉进来 作为我们这个指南针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图片 我们需要这张图片 然后我们对这个指南针layer进行初始化 这里我们直接 直接这样初始化 你叫初始化 自南针 图层 layer 好了我们要设置一下他的他的那个坐标系对不对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怎么设计的设计呢 设计呢 我们把它放到屏幕的最最中间去 最中间的话就是screen 我们 我们刚刚设计的screenwise 我们把这个图层高度是为100100的一个方形了 那我们这里是减去 50 它的一半 除以2 同样 同样 这个是screenhead 减去50 除2.0 这样是100 100 这个大家应该 了解 就是屏幕 屏幕 其实这个就是屏幕的关注除后再减去那个整个的一半 他就被居中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把这个layer居中了 这个图层居中了 然后我们为这个图层呢 设置一个图片把图片放上去他有个content属性 他我们放了图片进去 在ui image 他这是指南针这个图片 为这个图层放的图片 为图层 加载 一张图片 这个是设置 图层 好这个指南针 这个图层的初始化和 他的位置以及他 他的内容 都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它扔到我们的那个控制器的这个 图层上去的 控制器上去 那这里我们是save.mew 点layer 点addlayer addsublayer 指南针layer 好 好到这里我们这个指南针图层的加载和初始化基本上就等于完了 完了 那我们这里要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图层加载是否成功呢我们这里 直接save 调用这个方法 点 初始化 指南针图层 好 我们 模拟器跑一下看着效果 好 这里 这里我们 没有看到这个图片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这里 点counter拿起来是一张图片 为到image这个只能在UI image view 上才能展示是吧 我们在这些layer上这里一定要记得把它转成cg image对不对 啊有了 因为我们是放在图层上一定要记得这个要把它转成cg image 要不然它显示不了 然后这个东西好像并没有居中啊这个 这个有居中吗 这个图片好像并没有居中 我们这里获得屏幕的宽高 954.0 哦 这里我们记得是要减100对不对 好这样就居中了对不对 我们为了让它实现居中 然后这里我们为了让大家展示更好了它的一个变化 我们在屏幕的中间加一条线下来 这样就能很细微的看到它有个旋转的角度 是不是 我们这里再加载一个线条 呃我们直接叫一个view吧 生命一个view 叫线条吧 这个 这个 这个一定也要也是在屏幕中间的我们这样 我们直接用 我们直接用 kscreenwine screenwine swap 把它拿下来 这个高度的话 出了0了 那这个宽度的话我们这里用0.5了 这高度整个屏幕的高度了 整个屏幕的高度了 中间出了一条线 那等下我们旋转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条线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角度有没有变化 那好这段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段课我们接着继续